嗨!大家好!我是珍妮佛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2024年整體生肖運勢 屬羊之人 在影片開始之前 別忘了訂閱、按讚、分享、按小鈴鐺 有芯片即時通知喔! 2024年整體運勢屬羊之人 行運即興 睡貴太陰守命 羊爸爸在2024年間的運勢 發展得特別理想 做任何事情都會向著自己想要的方向去發展 無論是事業、財富、還是健康運勢 都發展得很理想喔! 但在此期間 要注意合理的理財規劃 購買了穩健的理財產品 今年太陰心入宮 女性的養寶寶 應有貴人幫助的關係 在工作、財運方面的機會 比較旺盛 相對而言 男性養寶寶的運勢 就略顯平淡 甚至在人際關係、財務投資等方面 可能會碰到一些狀況 因此壓力稍微會大了一點點 建議要多花點時間 去經營、調整自身的步伐 穩定中求發展、設法突破 2024年 女性養寶寶寶的 觀世音指引籤 第23籤 第23籤 懷德朝親 上中籤 詩曰 欲攀先跪殘功去 喜律天門不開放 謀望一般因性好 高人自宋領頭來 林千鼎故 高懷德北宋開國功臣 出生於大將家庭 柔無猛 宋太祖召匡 黃袍加身 在登位做皇帝後 高懷德 就和匡義的妹妹 燕國長公主結婚 加富馬多位 後和楊家將 領兵征戰大寮 林千姐 在人與人交往中 因主動而真誠的 關心他人 了解他人的需要 在自己的人力範圍之內 盡量幫助協助 不求回報 所謂 助人為快樂之本 成就別人 也就是成就自己 對於本身 所擁有的事物 不須看得太重 因人懂得取捨 不要羞於付出 不須害怕失去 因之有捨才有得 精神上的快樂充盈 絕對大過於物質上的享受 想藉由貴宿 爬上仙宮去 只怕天門 不會就此為你開放 把所求的計劃 降低標準 自有高人 送上山頂 接引通達的途徑 此前 望仙斑貴之下 凡事 必遇貴人 我是珍妮佛 我們下回見 掰掰